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上课 请进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同学们 今天呢 老师带给大家一组乔的图片 我们来欣赏一下 桥在灯光的映照下 非常的璀璨 这是跨海大桥 看一看 多么的雄伟壮观啊 这是小木桥 这个呢 就是让我们跨过历史之桥 一起去看一看 代表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赵州桥吧 那么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十一课 赵州桥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课题 第十一课 预备 起 第十一课 赵州桥 那好 那好 赵州桥啊 他位于哪里呢 又叫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赵州桥 又名安纪桥 建于隋开黄大业年间 从公元的581年 建到618年 我们大家可以算一算 他一共建造了有多少年 37年 将近40年的时间 对不对 是由李春设计并参与建造的 它是我国 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 保存最完整的石拱桥 对世界的桥梁建筑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我们大家来看一看 这就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赵州桥的样子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一起走进赵州桥文本当中 来读一读赵州桥是什么样子的 它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请同学们打开课本 第四十页 翻到赵州桥这一课 先听老师来读读读准字音 听准每个句子的停顿 第十一课 赵州桥 河北省赵县的小和尚 有一座世界文明的石拱桥 叫安纪桥 又叫赵州桥 他是隋朝的石匠 李春设计并参加建造的 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多年了 赵州桥非常雄伟 桥长五十多米 有九米多宽 中间行车马 两旁走人 这么长的桥全部用石头砌成 下面没有桥墩 只有一个拱形的大桥洞 横跨在三十七米多宽的河面上 大桥洞顶上的左右两边 还各有两个拱形的小桥洞 平时 河水从大桥洞流过 发大水的时候 河水还可以从四个小桥洞流过 这种设计 在建桥史上是一个创举 既减轻了流水对桥身的冲击力 使桥不容易被大水冲毁 又减轻了桥身的重量 节省了石料 这座桥不但坚固 而且美观 桥面两侧有石栏 篮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有的刻着两条相互缠绕的龙 嘴里吐出美丽的水化 有的刻着两条飞龙 前爪相互抵着 各自回首遥望 还有的刻着双龙细珠 所有的龙似乎都在游动 真像活了一样 赵州桥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干 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好了 孩子们 我们现在呀 可以自己认真的来读一读课文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开始吧 第十一个赵州桥和北周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读完了吗 哎那好 你们读的那么认真 相信文中的这些词语啊 你们一定读的特别正确 好第一行 好瑞宜 河北省 河北省 赵县 赵县 石拱桥 石拱桥 安静桥 安静桥 真不错 声音洪亮 自证腔圆 第二行 声音 石拱石拱 设计设计 红框 横框 历史 历史 好的 读的也非常正确 好 第三行 高博 创与创与 而且而且 前兆前兆 智慧智慧 嗯好的 读的也非常正确 非常好听的声音 那现在老师要考考大家了 诶 评议朋友不来帮我们的忙 你还可不可以读准确呢 我们齐读一遍 河北省 河北省 预备 齐 河北省 河北省 赵县 赵县 石拱桥 石拱桥 安静桥 安静桥 石像 石像 设计 设计 红化 红化 历史 历史 创举 创举 而且 而且 前兆 前兆 智慧 智慧 诶 去掉拼音 我们也读的 非常的正确 咱们来看一看 刚才读的这些词语当中啊 有一个字啊 它是多音字 在本文当中 它读什么呀 爪 爪 我们不仅可以是 主词前爪 还有一个词语是 张牙 舞爪 还有一个词词音是 爪 鸡爪 爪子 本文当中还有读音字 横 横跨 它还有一个读音是 横 蛮横 不讲理 这个人 蛮横的意思就是 不讲理 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 记 本文当中 记 安记桥 它还可以组词 经记 它还有一个读音是什么 你知道吗 己 对 人才 己己 己 己 己难 明白吗 好的 这些多音字 我们大家一定要认准了 记准它 那我们今天需要会写的生字啊 非常多 你能不能读准确 现在自己练习一遍 待会我要找人来读了 好 倒着再来一遍自己练习 自己读自己的啊 好 高伯儿 我还想请你来读给大家听 可以吗 好 读得多好听啊 第二行 小树 真好听 你能谈一谈 你是怎么样 记住这些绳子的吗 涛涛来说 我用加一加方法 记住 记到一个言字旁 加上一个识 就等于千方百计的记 啊 设计的记 千方百计的记 加一加的方法来记 谁 我是用猜字笔的方法 记住手的 独眼龙 就是小一幕 所以就是手 哦 猜谜语的方法 还有没有呢 小树来说 我用换一换的方法 记住 设计的设 用 煤的三点水 换成 盐字旁 就是设计的设 哦 没有的煤 三点水 换成盐字旁 就是设计的设 你看我们大家的十字方法 非常多 现在我们给生字归归类 看这三个生字 读出来 吃射设 记记 创创创 它们是什么结构啊 我要结构 逃不过你们的眼睛 再看这一组 读 再读 线线线 举举举 这些是 上下结构的字 再来看这三个字读 它们是 板包围 板包围结构的字 最后一组 读 铁铁铁 石石石 它们是 读 读 诶 它们都是 读 体字 看一看 我们分类分的特别清楚 刚才呀 我们说的十字方法 有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我们用加一加的方法 可以识记 木加黄 就是 藤 木加蓝 就是 蓝干的 蓝 你看 这些就是 蓝干 还可以用字里十字法 来实际 这个酱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酱子 经文的时候 撰文 历书 这是我们现在写的 楷书 酱 这个酱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酱 还是一个 会议字 就是指 手工 酱人 就是靠 手工非常 精湛的那些人 都可以称为 酱 那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酱子 该怎么写呀 第一笔 好 接着来写第二笔 写里边这个 金 最后来写 竖辙 好 谁会给酱 来组词 杨杨 木匠 公匠 真好 一下组了两个 木匠 公匠 你来说 铁匠 打铁的那个 手工艺人 石匠 真好 李春 就是一位 石匠 我们可以组词 公匠 石匠 木匠 再看看 这个半包围结构的字 照 该怎么去写 第一笔 好 竖 第二笔 竖 三 好 四 竖 五 好 六 铁 七 那 先写好了哪个字 走 走 看它大部分都写在了哪个地方啊 左 三 半个 对 右 右半个来写 撇 点 这个 那字啊 一定要写得 舒展一些 拖住上边这个 撇点 赵 可以组词 读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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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啊 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字 这个字读什么 少 刚才我们诗院就用猜字迷的方法 少了个眼睛 上面就是一个什么字啊 少 上面就是一个少 看一看 它跟我们平常写的少 一样吗 高博 不一样 哪不一样呢 它那个写 它那个树 里面写的 少的树要 短 要短一些 而且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地方 少的话 还有一个什么 写也 还有一个 撇也长了 啊 写的扁扁的 撇也长了 一定要记准它 是不是啊 下边是个什么字啊 木 这个 省我们就写完了 省可以组词 省分 省心 省事 你看 你们表现都特别好 爸爸妈妈 对你们的学习 就非常的省心 看看这个设呀 很容易写错的 就是在这个 这笔 应该写成什么 横折弯 这个挤呀 不要带钩 没有钩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猜字谜的方法 沿字旁 挤无钩 建设还要加个右 我们来读一读 沿字旁 挤无钩 建设还要加个右 这样这个设字 我们就记住了 看看这个设 我们先写的是 沿字旁 再写的是右面的 没有的没的右半部分 可以组词 设计 设法 建设 对 真好 再看看这个线字 你能猜一猜 它怎么写吗 你能猜一猜 它怎么写吗 看谁 哦 我们大家都能猜出来 它怎么写了 我们大家都能猜出来 它怎么写了 高波你能猜出来吗 我们大家说一说它 好不好 我们来写写这个线字 线里是两横 而不是三横 或者是少写一横 更不能多写一横 线的里边是两横 线城 就是我国的一种 行政划分区域名称 例如赵线 临线等 那这个线字 到底该怎么写呢 伸出你的小手指 一起写出来 树 树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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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长横 然后 撇折 最后一笔 点 谁可以给线来组词呢 线城 县尾 县掌 再写这个会字 笔画非常多的一个字 先写什么呀 写一个封 在左上格 再来写一个封 在右上格 接着来写 见过这个字吗 见过这个字吗 见过中间这一部分吗 白雪的雪的下半部分 对吧 然后再来写一个心字底 每一个部分都稍微写的扁一点点 这样这个字才不至于出格 好 我们连起来 把这个字的笔画写一遍 惠惠惠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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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真好 他可以组词 智慧 卫眼 秀外惠中 谁知道秀外惠中什么意思 我记得表扬一位妈妈的时候 老师就用了这么样一个词语 这位妈妈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还很智慧 我们都称她为秀外惠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语 我们大家把这个词语再读一遍 智慧 智慧 慧眼 慧眼 预备 智慧 慧眼 慧眼 秀外惠中 秀外惠中 好的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十字游戏 看谁的眼睛最亮 让这些大猩猩走过这个桥 来到桥的这一边 抓紧时间看咯 抢答了啊 你读住了吗 好 我们再一次玩这个游戏看谁 能眼睛最亮 声音最响 好 准备好了 好 表扬你 特别棒 那现在我们把这些生字啊 规规矩矩的公公整整的写到我们的写字本上 开始吧孩子们 注意 身坐直 脚放平 坐到 比握一寸 胸里一拳 眼里一尺 这样写出来的字 漂亮 还能保护好我们的身体脊柱和眼睛 呀 坐姿真端正 我们现在写字不仅能把它写工整 还有了一定的写字的速度 这就是我们使用钢笔第二个学期它的要求 嗯 同学们写的都特别认真 现在呀 我们来看一看本文当中一些词语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看横跨 横跨是什么意思啊 沿上来读一读 横跨 两脚之跨在物体两边 战定支撑着 嗯 真好 我们来看一看 赵州桥就是横跨在河面上 对不对 我们用它来组词 赵州桥横跨河流两岸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什么叫雕刻 高博来读一读 嗯 叫创与 叫创举 赵州桥就是一个见桥史上的创举 什么叫遥望啊 遥望你来说 远远的看 远远的看 对 遥就是远 往远处看 远远的看就是遥望 看这个人正在遥望着日出的地方 现在同学们 请你自由的朗读课文说一说 本文主要从哪几个方面描写了赵州桥呢 请你快速的再来读一遍课文 带着这个问题一定来搜索答案 快速开始 用你最喜欢的方式 想怎么读就怎么读 读完了吗 好 身坐直 那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描写了赵州桥 请你来谈一谈 所以来说 我觉得是从时间的建设方面 还有那个遇到水灾 还有河流过的时候 怎样应付的还有栏杆 建造的时间 啊河水是怎么样 它是怎么样不被河水冲垮的 说明了这只桥怎么样 建造好 那个好 我们可以给它换上一个词 就是很坚固对不对 嗯 好再介绍 并且介绍了它的它的那个好处 既因为减少了食料嘛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桥的一个好处 嗯 它的好处 就是它雕刻上的那些龙尾 啊好看 是吧 真不错 它用自己平时的语言 把这个几个方面说了出来 那现在我们来用课本上的一些字词 看看可不可以来总结 那第一方面写了赵州桥的气势雄伟 建造的很坚固 对了不被水冲垮呀 还介绍了赵州桥的什么呀 图案精美 作者呀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介绍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节课呀我们的收获 一读句子看拼音 你能不能写出带拼音的词语来 这座横跨在小河上的建筑的赵州桥 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加建造的 它的蓝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赵州桥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 哎看这几个词语你能不能一边读着一边疏空着 把这些词语填出来 开始 这座横跨 横跨在小河上的建筑 是隋朝的石匠李春设计和参加建造的设计 它的蓝板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赵州桥是我国宝贵的历史遗产 这些词语你会写吗 好把我们填写出来的这些红色的词语读一遍 两遍啊横跨横跨 预备起 红跨横跨天固天固设计设计 蓝板蓝板图案图案 图案宝贵宝贵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些词组 我们能不能把它补充完整 雄伟后边跟两个字变成四字的词语雄伟 为壮观或者是壮丽 好大家一起说 雄伟壮丽 坚固美观 再来读 坚固美观 气势 气势雄伟或者气势 磅礴 美轮美奂 雕梁 画动 富丽堂皇 翘夺 别具 一格 别具匠心 别具一格都可以 长虹 握波 握波 再来 长虹握波 长虹握波 金碧 灰 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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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赵 智慧的 铁定 稳定的 铁构 好的我们把这个篇正的这些词组给读出来 熊伟的 熊伟的赵州桥 预备 起 熊伟的赵州桥 智慧的结晶 稳定的结构 能看清楚吧 啊 能看清楚 我们再把它读一遍 注意 放开你的声音 自信的声音 一定要表示出来 预备 起 熊伟的赵州桥 智慧的结晶 稳定的结构 对 这节课呀 我们初读了课文 学习了本课的声字 那么下节课呀 我们再来学习赵州桥的 气势雄伟 非常坚固 又很美观 好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 下课 起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